蔣志光請定嫁演音樂劇 大家都知道蔣志光是唱得知人 所以這次他演出音樂劇 相信不少人都充滿期待 不過蔣志光雖然演唱經驗豐富 不過這次演出個人要唱十幾首歌 都感到很大壓力 所以他特別向TVB請假三個月 為音樂劇做足準備功夫 本台劇做過兩次 一次是男親女愛 一次是珍情的 有多少年來的男生 男生是2000年尾 2001年 十幾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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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緊張嗎? 你進到音樂劇應該唱歌 沒有問題 誰唱那麼多歌 舞台劇 嘩 嘩 嘩 一定沒有問題 唱就 沒有問題 唱就你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一定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要唱那麼多歌 唱幾首歌 三十首歌 起碼有十幾首歌 就是我唱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最難記的是歌詞 不是台詞 最難記的是歌詞 是歌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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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一個月怎麼開四十場 你怎麼協助劇情 是歌詞 這個我真的答你不到 我只能夠跟導演說 你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也是一個人 都有病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但是當然我 這個真的 唯一一件事就是不夠睡 所以都已經請幾個月假準備 準備這個 請幾個月假 什麼都不要做 千萬未至 叫成六月 現在去到六月就不接劇 有什麼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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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你推了 損失了 這個 當然會有 也不可以說是損失 因為始終 你每次都是這樣拍拍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衝擊 為什麼這個東西不可以去什麼呢 只不過它是時間 佔你的時間長了很多 但是還是叫它新的嘗試 一定要試 讓我來看 我兒子 好 阿 I